Hello 又見面了 趁現在有少少時間 快快和大家再聊聊天 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樣哪個人 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越肥越有福氣 其實越肥當然是越有福氣 這樣有些人是喜歡肥的 有些人是喜歡瘦的 這樣你們喜歡肥就瘦 這樣你的愛人 不管男還是女 你們喜歡肥 其實肥有肥的福相 也有肥的福氣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實哪個生肖 會帶來福氣 越肥越有福氣 越有錢 是哪三個生肖 是不是很想知道 這樣也會享受榮華富貴 嘩 師傅你這樣說 身邊如果說對她的生肖 她沒有明華富貴 都不準的 其實準不準無所謂 是遲早的問題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很想知道 身體發福福氣來 越肥越有錢 然後呢 我會想要求榮華富貴的三大生肖 你們是否很想知道 肯定你們猜不猜到 哪一個第一個 你們猜不猜到 這樣我就讓你們知道 他就是 他就是 看不看得到 這個就是屬豬的 朋友 為什麼呢 豬夠肥 對不對 屬豬人的性格 是很欲責的 很垂和的 講真一句話 這樣他真的要肥 他就要發福 他有福氣 不擔心三餐無休 我跟你說 如果你娶到他 肯定你有福氣 你撿到了 你還想怎樣 你反應 對不對 這樣他肥得好看 又有錢 又有福氣 又有才氣 為什麼不好呢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樣好像很樂觀 很開朗 說真的一句話 不過他不喜歡 也會跟別人爭 因為如果你跟別人爭 他不要 你要你拿去 他不要 所以他不怕沒有人要 你明白嗎 要是理愛要 你就把握自己 抓住不要放 跟你說不要死蠢 收不收到 這樣他很容易滿足 現在的 當前的生活的狀態 他是很知足長落 熟豬的朋友 我跟你說 但是他越肥 他真的有福氣 尤其他的臉 肥到 這裡有一塊肉 垂起來 那些就有福氣 這裡 這個臉 看不看得到 好像我們的臉 看不看得到 這裡墮下來 看不看得到 這兩邊 輪角這兩邊 我教你看相 這兩邊如果是這樣 拱起來一點點 那個人 不管他什麼生肖 他也有福氣 大家要注意看相片 在這裡 還有額頭這裡 有志也好 都是富貴上來的 要記志 尤其是志在中間 就是富貴的了 成為你們千萬有 的志在頭額這個額 因為前額這處 你們千萬不要碰 不要死蠢 有些人就被人露點 碰了之後 雲縮就落很多 因為很多客人 早前 他有志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聽什麼人說 他的志點 是有運氣和財氣 差很遠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你們明白嗎 所以說 他們 不過做什麼都好 他OK 他比較爛 這個熟豬的朋友 但是他做起來 很衝勁 很實在 很實際的 所以你們記得 熟豬的 不管是男的 也好女的 也好女的 肥的當然好 豬潤肉潤 你們有沒有聽到嗎 我告訴你 越豬越佛福 所以說 他們 屬豬的好命 說真的 如果你有朋友 是屬豬 一輩子 不用仇無錢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是屬豬 說真的 他們肥也肥肥肥肥 很過癮的 看到 真的想抱他 想親他 我告訴你 剛才那些女生肥 真的很可愛 我告訴你 你們要打盡十二分精神 知不知道 而且 他們說真的 一輩子 不怕沒有錢 要花的 錢會自己賺去 你別說不信 我眼看很多 看很多 如果你們身邊 屬豬的朋友 應該知道自己 有些豬 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豬的問題 他本身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屬豬的朋友 你還沒說沒有 不過我是醫師直講的 我告訴你 所以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身體 就算是減肥也好 他會自然肥 他不吃都會肥 敢正拿來命 是 不過說真的 屬豬的朋友 可以帶給老公有福氣 這個是事實 我不是這樣幫豬講壞 因為我很多朋友 他存了豬女回來 哎呦 很可憐 真是看著她老公發達的 我沒有騙你 真的 不過 他是早年平平 中年 上位 去的萬年來講 不錯 又要做到四十多歲的時候 他們的福氣 四十多五十多歲 男人 如果存到豬 屬豬的女性 他生意很穩定 說真一句 四餐五餐都找到 這個是事實 所以你們要記得 越肥的人 就越有福 就是屬豬的 尤其是女人 你們執生 其實我都想找一個豬女 哎呦 我看到我寫到我自己的 steam 爽啊 過癮啊 嘩 這音你笑了 因為他為什麼 他越來越發福 人呢 天生呢 就注定的 命運 你明白嗎 機會就自己爭取啊 所以你們不爭取 就死蠢啊 我跟你們講 而且他們身體 啊 肥一點啊 肉疼疼啊 嘩 我很過癮的 我跟你們講 他的財氣就到了 運氣又高 因為他一道是號什麼呢 王夫 憶子 我跟你們講 所以你們執生 有些人 生了一首歌 他都會肥的 啊 這些都是有福氣啊 你不要疑問地啊 當初就是 喵跳啊 黃花龜女 喵喵跳跳啊 結果就變成肥豬 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他肥的 是有福 不是肥豬 啊 是金豬 你明白嗎 啊 福豬 啊 財豬 所以這樣呢 如果有肥一點點 在身體來說呢 去發福人 你用你的眼睛 真的 現在在我的電視機前 很多人家朋友都有說的 真的有福氣的 而且呢 他的雲勢 一美上 不會停的 啊 你們注意一下 真的不會停的 他肥了 他福氣怎樣 經濟怎樣 不好也好 他會伸你兩句 哎呀 紅情不好 這個不好 其實他自己呢 後面有很多錢的 有兩針的 說起來 真的不止兩針 三四針 也有夠跟你說 執生啦 所以說呢 他的財運 就越來越旺 他越肥一點 他的財運就越來越多 所以我別說誤信 是有這樣的根據 因為我看很多個 都是這樣 而且呢 他越肥就越有福氣 啊 有福氣 而且呢 富貴是自然利的 衣食就無憂 長炭是長油的 所以你們自己執生 衣食無憂 如果你儲了一個肥妹來說呢 哎呀 你執生了 我跟你說 沒有說我不給你貼士 日主啊 舒服 安心 永遠沒有煩惱 喂 值得想想 所以沒有煩惱的日子 有都是雞碎的 所以要記住啊 各位朋友 越肥越有福氣 越發福的就是豬女 還有豬公啊 不是豬公啊 屬豬的男性啊 我跟你說 那下來呢 第二個是誰呢 嘻 人們很緊張呢 越聽越緊張 越看越刺激 第二個就是屬兔的 說真的 因為屬兔的人 不理會男女 尤其是女人的方面 真的他肥了之後呢 他的財運會穩定 才氣會跟著來 而且呢 他對人生充滿了希望的 你明白嗎 不會失望的 早前就失望 戲裡 現在呢 就充滿了希望 生生不息的 所以說呢 這個套呢 能夠出眾 出得聽堂 入得脆房 尚得電動圓床 歌仔都有這樣唱 對吧 所以你要記住啊 除了豬女來說呢 就是肚女 所以說呢 比自己輕鬆過一個好日子 其實男女一樣有肥 來說呢 對你來說是沒有問題 是OK的 越肥越有福 不過不要肥到誇張 過龍呢 不行的嘛 但是肥人有福相 我跟你說 所以說呢 熟兔的人呢 永遠都有口福的 啊 去到哪裏都有得吃的 總是愛吃 熟兔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了 越吃就越肥咯 越肥 越肥 越肥就越有福咯 越有福咯 越有財氣咯 你明白嗎 就被人看得零眼相開咯 所以呢 他的體重呢 就開始呢 就拼命地脹 就是拼命地肥 是飆肥 是肥肥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拼命賺嘛 不吃就沒得吃 他就說 是又吃又不是又吃 什麼不肥啊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執生啊 套女 所以說呢 越肥 你福氣不斷來 不會停的 你自己試試看行為先 不過不要肥得像豬腩這樣 那樣 所以說呢 你的財運 會跟著你的身體肥呢 你配置你走的 蛤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事呢 那我又不知道啊 我是看書的啊 我是計計計計 但是真的有啊 因為我朋友啊 真的 你看 這裡有幾條豬腩 你看 你看 兔女也在那裡 豬公也在那裡 兔子男生也在那裡 在那裡 死笑的他們 真的 這幫人做生意的 但是呢 不錯 他們真的不錯 是 說了他們死笑 這樣橫財來說呢 豬女 不是豬女 兔女 兔子 你們橫財啊 你天生有這樣的橫財命 不過我不是鼓勵你到 你是有橫財命 那你橫財什麼號碼呢 7233咯 反字便1118咯 自己執生啦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啦 所以不要想到 他的體重啊 喂 增加來說 而走起減肥 不要選 敢敢去 去到盡 敢敢下 敢敢吃 敢敢去 越肥越好 你明白嗎 吃到麵豬燈 肥肥白白 便是俊男 俊女 明白嗎 所以要記住啊 越肥越有福氣啊 說明啊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啊 兔女 知不知道啊 兔仔 收到啊 而且呢 紅腹黃腎 紅雲幫頭啊 執生啊 豬 有豬的好啊 途亦有途的好啊 越肥越有福氣 越有錢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 還有啊 還有啊 還有一句啊 蜂衣足食啊 兔女 所以從草兔女來說呢 最重要是要養到肥肥白白 哇 越肥越有福氣啊 最重要是蜂衣足食啊 哇 又可以去旅行啊 又可以買衣服啊 又可以在這裏吃東西啊 多過癮啊 錢財無憂啊 是不是真的啊 我不知道啊 我是看書的啊 我是計出來的啊 那是不是真的呢 那是真的便請我喝茶吧 要不然就不要罵我 我跟你說啊 所以越肥越有福氣 所以自己人要收拾 我跟你說啊 而且呢 富貴應悶 不會輸給豬啊 我跟你說啊 如果是兔女結婚呢 我教你一招 不要說我不給貼士 我們華人呢 結婚呢 門口是否一定要上大紅的呢 有些放九呎大紅 有些放十八呎大紅 是不是在門口呢 對不對 又要紅球的嘛 有些是一粒 有些是三粒 有些是五粒 左右兩邊 上面呢 最高一粒大的 中間左右呢 就兩粒中的 下面 也不是下面 左右兩邊下來 門口半中間呢 就兩粒中球的 就五福臨門的 你還沒看過 如果你在紅布 你結婚出嫁那天啊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啊 放兩個金花下去 在角位那裡 各個大門口 紅球布啊 紅球布的長紅啊 你叫長紅啊 放兩個金花下去 大隻的金花 十八球又可以 二十四球又可以 三十六球又可以 你明白沒有 放下去 這樣呢 會帶給利王夫 還有財運 還有財氣 還有衣食行 都順利啊 真的 如果將來真的有這樣的事呢 你請師傅我喝杯 吃個米雞 吃一隻大包好不好 啊 我給你貼士先 所以說你記得 富歸應悶 這個很重要 對我們華人來說 最重要你嫁了對方 嫁了給你老公 希望帶王你老公 熟肚的朋友 執生啊 別說我給你貼士啊 這個很多 現在年輕的人不認識的了 這些是露一輩的 即是說我們的阿公阿公的年代 即是文初的年代 是很盛行地做的 在中國那時候 所以說一下 記得啊 金花兩個 放在紅球那裡 紅布球 長紅那裡 左右兩邊 知不知啊 直接掛九十日 掛在大門 就可以隨時拆下來 如果不要呢 我們掛整年 都是可以的 明白沒有 記事啊 不過不可以掛得太久 不可以掛一年多的 因為金花如果掛在大門口 太久來說 會野桃花的 只可以讓你放三個月 就算了 好不好啊 記住啊 那下來呢 哪個肥妹 哪個肥仔有福氣呢 我們先說肥妹先啊 你知不知你熟什麼啊 肥有福啊 她也不輸的啊 你熟雞啊 我跟你說 這個雞女呢 你瘦過蚊雞 我們說 真的比辣雞 雞 所以那些獅子來說 她沒有福氣 如果那隻雞呢 雞女呢 或者雞仔來說呢 可以肥而講呢 那 就會有機會 但是她少年啊 有福氣啊 她少年有福氣啊 二十多歲就要熬的 我跟你說啊 她在爸爸媽媽的身邊 還沒出去外面做工那時候呢 她有福氣啊 她有得吃的 什麼都有爸爸媽媽媽照顧的 你不用擔心她的 如果是說她沒有父母親 她就自己要努力更生 但是呢 她還是賺到一點錢 這樣她身體的健康呢 不是那麼好的 是好是壞的啊 雞女啊 當你肥了之後呢 你的身體健康又好啊 蛤 怎麼這麼說話啊 不是肥了膽固醇嗎 不是啊 我不跟你說膽固醇 因為她們 計到她的名格 她是這樣的啊 因為雞的人啊 如果是瘦啊 她是肝固醇 她是肝固醇 而且辛苦啊 是勞心勞力的啊 而且啊 幸好她們 教弟弟哥的方面啊 有科 而且呢 做什麼呢 做工的方面呢 也有她的規則 也有她的規矩 也有她的規矩 所以呢 她的女兒呢 長大呢 即是她的弟弟哥 小朋友啊 長大了呢 她有出息的啊 她生個女兒包出來 男的都不差啊 所以你們自己要看啊 因為她們很孝順 她們的 她生了一個小朋友 她的兒女很孝順 爸爸媽媽的 而且屬雞的雞仔和雞女 也是很孝順 爸爸媽媽 很孝順的長輩 我跟你說 她們的生活呢 越孝順 她的生活越來越好 越肥就越有福 再肥就有才氣 所以說 這個屬雞 雞仔和雞女來說 是不錯的 身體呢 她永遠都會健康 如果肥了多少 就 怨離病痛 那就不妨試一下 腰骨酸痛的那些 股頭那些 不舒服的那些 肯定有啦 每個人啦 師傅都腰骨痛啦 也有啦 老人家嘛 年輕人都會腰骨不舒服的 因為為什麼 她勞動 她勞心 她勞力 她就會做工 她就會人生不舒服 但是肥了之後 她發了福後 她病痛就少很多 不過她要注意 她的腳 怕她會水腫 還有手會有麻痺 怕她會有麻痺 一時她會頭暈呢 那就等八真來喝一下 明白嗎 等老陽心來喝一下 炮心也可以的 放紅棗就放五粒下去 如果是炮心的來說 放五粒紅棗 紅棗去韻 可以用雞心棗來燉一燉去 燉呢 我記得幾個小時來講呢 最好就是五個小時啦 這樣就可以提神醒氣啦 你明白嗎 知陰寶神啦 自己執生啦 所以說要記住 她的身體呢 她的身體呢 開始慢慢肥 慢慢漲 那時候 熟雞的朋友呢 就慢慢福氣就會來 你右眼看到的 而且她的身體發福的福氣 就一味不斷地來 一味來 撲虛田的 依撲奶的 撿生了 是不是的 我是看書的 我不知道 我是照讀的 是就最好 對不對 但是呢 才氣呢 開始變什麼 變狂啊 蛤? 狂? 一味來啊 很猛啊 還有很黃啊 所以說熟雞呢 未必輸給豬的 未必輸給兔的 所以說要撿生啊 而且日子 越過越好 其實熟雞的人的晚年 是非常好的 講真一句 天下熟雞的人都不錯的 而且呢 越過越幸福 所以我們要記得喔 其他的生肖呢 肥起來有沒有福氣 都是有福氣 不過呢 我們選了這三個 上來呢 越肥越有福氣 越有財氣 越有運氣 就是這三個 所以大家執生啊 豬仔豬女 兔子兔女 雞仔雞女 你們要肥一點 豬女啊 越肥就越有福氣 她樣子越來越漂亮啊 跟你說 兔子 兔女 都不差 雞仔雞女 都不差 不過雞仔呢 比較殘雞一點 啊 枝渣一點 但是做事呢 很快手 兔子呢 做事呢 就很勤力啊 啊 但是呢 做什麼喜利都好呢 很用心 雞都是一樣 豬都是用心 做事呢 有膠有帶 全部呢 做到好清好楚的 所以你們的朋友 都很多下啊 不過兔子的朋友 會少些 雞仔的朋友 會多些 豬女的朋友 亦會多 雞女的朋友 亦會多 所以你們三個準備 壓肥一點 所以給自己的福氣 帶點福氣給你老公 帶點福氣給你的男朋友 好不好 好不好 吃多些啊 是又吃 不是又吃 不過要看前 怎樣吃 好不好 所以祝你們 發財 發福 什麼都好 做什麼都好的 全部來 希望你們 受到榮華富貴的眷屬 就落於你們三個生肖的機會 是最高的 所以看是不是 就看你自己 好了 今天吹水吹到現在了 夠了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